我們轉個話題 我們廣東本土可以說語種是相當之豐富的 三大語言 粵語 潮汕話 客家話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豐富的地方語言 但是隨著這個時代的發展 很多優秀的方言文化都面臨著很大的消亡的危機 說真的,不如這樣 我們通過以下這個活動 看看能不能夠找到一些我們可以傳承這些優秀文化的方向 看看 撕下撕下 你真是撕下撕下 我好痛到我傷心死了 我一個人是需要撤他 起床 起床 廣東南方衛視2014年開播的水與增鋒 一連三季創造喜人的成績 節目以粵語、潮汕話和客家話為基礎 和20個地市廣電聯手 不單止鑄造了廣東省首黨方言文化娛樂節目品牌 更令大家認識到方言文化的重要性 掘金掘吉掘雞骨 說得不好就好意 隨著現代化特別是城鎮化的影響 現在漢語方言面臨著急速衰亡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由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單位聯合舉辦的方言文化影視典藏 志願者行動專題研討其頒獎儀式 昨天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舉行 會議上不單止對多個方言類作品進行頒獎 播放獲獎視頻 而且還促進高校志願者聯盟 攜手保護和發展珍貴的方言文化 我是想通過這個活動以廣東為起點 然後來喚醒全國民眾對方言的重視 未來南方愛視將會發揮國內唯一 粵語衛星頻道的優勢 為家坊製作更多喜聞樂見的方言類節目 繼續傳承和發展廣東方言的特色和魅力 我們一直以來有城市特首 《今日最新聞》和《水與增風》 《有少後組》和《七十二家》 越唱越好戲數都數不清的 這些特色的地道的粵語風情的節目 未來希望可以有更多豐富多彩的節目和活動 連接我們的觀眾 和用這種感情的扭大 讓我們更加來愛我們的家鄉 愛我們的傳統文化 讓我們再緊張 請按禮採訪